在飞机上呼呼大睡 看起来真的有些疲惫 乐天女孩人气成员林香 近日与三五好友飞出国玩乐 一下飞机就活力满满 林香身穿粉色羽绒外套 在机场直接跳起来 原来她去的是南韩 继续旅行马上正有插曲 本来韩币最高 只要58800问奖却喊到8万 等于一下子多了快500元台币 差点被削钱 但这件事不影响女孩们出油兴趣 热狗生章鱼烧肉等等美食不可不吃 还不忘跳舞 逛街逛到一半听到G属的Flower 林香当然也要跳起开花舞 不只被路人侧目还被认出来 不难想象人气有多高 但她跟同队新成员李多慧 一下子被说后不见后还招包护场代言 如今有网友说这算踏上对方地盘吗 而李多慧日前工作完就回南韩也在YouTube发布台湾型影片 不少粉丝想知道下一次来的时间 《乐电讨论》官方公布最新颁表 5月3号 4号 6号 7号都会登场 据了解林香颁表也已经排好 小编紧紧回复尽请期待 大家疯狂询问两人会不会同台 实际询问球团则没有回应 更引人后期两位女神相会纪律 TVBS新闻消灭这种新闻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